女老师第一天上课 就因为太紧张 把粉笔会抹在红色裙子上 却没想到学生不但没提醒她 竟然还对老师凹凸有致的身材进行调侃 不久后迎来了家长会 爱玲为此把班级精心准备了一番 但等了很久 却一个家长都没来 显然那些家长早已放弃了自己的孩子 爱玲伤胆地呆站在教室 突然想起那个柜子 当她怀着期待的心情打开时 里面竟然放满了日记本 原来在以前的日子里 从来没有人愿意聆听这些孩子的心声 就连他们的父母也毫不在乎 而这位充满关怀的老师 是第一个愿意花费时间和精力 去了解他们的人 所以大家决定相信爱玲一次 这些日记里 藏着每一个学生独一无二的故事 可没想到 大多数的内容都是悲伤的 每个同学都有着不为人知的心酸过往 有人被不明就里地抓进牢房 承受着不该承受的冤屈 有人常年遭受父亲无情的毒打 身心饱受折磨 还有的女孩 从小就被自私的家人用来赚钱 失去了童年应有的欢乐和温暖 越看到后面故事越发凄惨 爱玲心痛之余也按下决心 一定要竭尽全力帮助这些可怜的孩子 新课程开始了 学生们阅读着爱玲赠送的安妮日记 每时每刻随时随地都能看到学生们读书的身影 他们沉浸其中 不再打架斗殴 而是变得平静温和 可当他们得知 安妮最终没有逃过死亡时 有的学生却被气哭了 也有人觉得安妮的故事 让他们更珍惜现在的生活 于是 爱玲让他们给那位帮助过安妮 并且还活着的女士写一封信 可比起书面上的沟通 学生们更想亲眼见见那位女英雄 但老人家年老体弱又远在欧洲 光是来回路费就要不少钱 于是爱玲和学生一起举办各种各样的筹款活动 甚至还组织了充满爱心的公益演唱会 他们的所作所为 很快就登上头条 各界人士纷纷支持他们的做法 不久后 他们将所需资金顺利筹购 终于将师生们饱含信念的信件 送到了那位历经风雨的女英雄手里 于是 他不远万里来到了学生面前 向他们讲述着 自己亲身经历的悲惨过往 对比现在 学生们是如此幸运 黑人男孩站起身 向这位英雄表示敬意和钦佩 我从未曾经经历过来 但你是我的英雄 哦,没有 没有,没有,年轻人 没有,我不是英雄 没有,我做了 我做了什么我必须做 因为 它是正确的事 做的 这是全部 我们全是平均人 但甚至一平均人 或一家妻 或一年轻人 可以 在自己的小行为 转上了一小灯 在一床闲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幽宽 BGM